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肖律生报道 因钢琴家卡瓦那 中共大内宣在伦敦惨败 英国钢琴家布兰登 卡瓦那日前受访时透露 自己在伦敦车站公共钢琴演奏时遭遇的小粉红 与被英国军情武处视为中共代理人的李真居有关 他说 此事反映中共大内宣在伦敦惨败 虽然事后他遭死亡恐吓 但压迫让自己更激进 2月7日 卡瓦那接受中央社专访时 回忆事发当天的细节 他称 这些中国人拍摄新年应景影片 为了宣传中共党魁在海外受到所谓的欢迎 然而 事情演变至今 中共得到的却是彻底的宣传灾难 卡瓦那 他一来瞬间身处北京 今年1月19日 卡瓦那在伦敦车站公共钢琴演奏时 遭遇一群手持中共血旗的小粉红阻拦 小粉红要求卡瓦那按照中国法律 尊重他们的肖像权等 其中一男子甚至向卡瓦那咆哮 报道称 卡瓦那说 起初 几名中国人与他互动自然 当一名熟灵的中国女子 从远方走近之后 一切瞬间变调 该女子带来一代五星旗 在场中国人拿到五星旗后 对他的态度大转变 卡瓦那形容 他们仿佛瞬间身处北京 这名女子被证实是游走英国政治圈多年的律师李真鞠 2022年1月 英国军情五处向国会示警时 指控李真鞠受中共统战部的征兆 在英国从事政治干预活动 她是中共驻英大使馆首席法律顾问 英国国会跨党派中国小组秘书长 李真鞠曾出现在与英国前首相卡梅伦 特雷沙 梅 前工党领袖杰里米 科宾 还有中共党魁习近平等的合影上 卡瓦那表示 英国军情五处面临的难题 是必须证明李真鞠与中共有直接关联 钢琴门事件就是有力证据 李真鞠在影片中只出现数秒 其明显是为了避开镜头 卡瓦那继续说 当李出现后 这些中国人突然要求 不得公开他们的影像 还拿着一张黄色卡片到处警告众人 这相当于试图在英国强行实施中国法律 自己完全无法接受这一点 在英国不存在中国法律的肖像权概念 若对方不愿在他拍摄的公开影片中现身 应事先与他签署保密协议 卡瓦那收到死亡恐吓 报道还称 卡瓦那说 我也收到一些死亡恐吓 他认为 中共的长臂管辖超乎他的想象 他透露 中方恐吓要对他进行提告 不过至今 他未收到任何司法文书 认为恐吓显然只是为了吓唬人 不过 若未来真被告 他推测中方律师会是当时 让这些中国人一秒到北京的女子 即前数理真鞠 卡瓦那进一步解释 中方希望当时拍摄的影片下架 也因而他收到十多则隐私权申诉 YouTube数次以司法后果要挟 施压 让他移除影片 但是 如今事情已受到全球关注 下架影片 只会让风波再起 中方越努力挽回颜面 恐怕只会越丢脸 卡瓦那笃定到他们赢不了 并认为 中共原想在西方各国拍片做大内宣 却在伦敦惨败 中共的压迫无法遏制反抗 这反而让他更激进 目前 该影片已累计近1000万观看次数 卡瓦那在YouTube的订阅人数 也从该事件发生前的220万 攀升到247万 该事件发生后一周 1月26日下午 卡瓦那带着被视为象征 中共党魁习近平的 小熊维尼玩偶再次来到 该车站公共钢琴处 向民众展示并公开演讲 对抗争中共霸权的香港和台湾 表达支持 2月5日 他在该车站直播中 展示中华民国 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卡瓦那也在脸书上 传语中华民国国旗的合照 截至5日下午30许 以吸引12万人次按赞 近万人留言 分享 卡瓦那被网民封为反共大将军 该车站公共钢琴一度被围 之后又解封 不少人到车站声援卡瓦那 及抗议有关方面 一度封锁钢琴 该地方也变成了 反共人士打卡点 有人举起写着释放钢琴 停止中共渗透 中共下台的标语 另有港人到现场弹奏 反送中歌曲 《愿荣光归香港》 及著名剧目 《孤星类》的主题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资深媒体人石板明夫曾发文表示 该地成了反共圣地 这是小粉红闹事的副作用 支持卡瓦那的中国人也受到威胁 在接受中央社的采访过程中 卡瓦那表示 钢琴门事件让他大开眼界 不只是事件本身 更是一连串后续效应 他说 当时一中国民众应他邀请 说了几句支持的话 但当卡瓦那把影片上传YouTube后 该民众连忙联系他 恳求下架影片 因为家人还在中国 卡瓦那说 该中国人非常恐惧将面临的后果 卡瓦那删除了该影片 并表示 这让他体会到 中国人即便身处海外 也深深畏惧中共 这是卡瓦那认识 跨国镇压的起点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